你是否相信命运 那些素未谋面的人们 在这个世界相遇相知 然后分离 而最后留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他便是命中注定 喂 我到南京了 好吧 他是谁啊 靠谱吗 好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2012年的春天 我来到南京旅游 通过同学的介绍 认识了张俊 你好 我是张俊 我来接你 当时看到他的第一感觉 是一个踏实 稳重的大览 我们在一起玩了两天 在准备先行离开南京时 我们一同去了玄武湖 那一次 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阳光灿烂 微风拂面 闲聊了一个多小时 让我记住了这个很有想法的男生 还会再来吗 不知道 我还没有计划 如果再来我再陪你好棒 我再陪我再陪你 我再陪你 因为距离的关系 我们的感情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在2012年的6月 她甚至依然放弃了 徒步西藏的计划 跑到了天津 陪着还未毕业的我 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 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 每天过得都很开心 那时候虽然经济条件不好 生活中却没有任何的所需烦恼 我们常常在想 只要这样平平淡淡的一辈子 走下去就是莫大的幸福 现在的我们 依旧喜欢两个人在家里 一起玩电脑游戏 打帝国时代 依旧喜欢去吃烧烤 依旧喜欢摄影 她依旧盼望着去西藏 去刚果 去荒芜人烟的地方徒步 我依旧喜欢着一些小东西 例如拼图 立体模型 从第一次聆听你的情声开始 我就是想这样一种生活 无论天边海角多少风扬 我要给你坚实可靠的肩膀 给你一个安静稳定的家 让你可以在这个家里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每天可以开开心心的弹琴 做你最忠实的听众 唯一的真爱 我承诺将永远对你忠诚 疼惜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